四岁女童和妈妈一同出游拍照 笑得腼腆又开心 看到Hello Kitty还会害羞 然而没人想到 27号警方竟会接获社工通报 女童疑似遭到母亲同居人虐待 然而检察官却在登门了解当天 发现母亲的同居人 疑似以亲身来否认自己舍爱 大楼发生命案 邻居各个议论纷纷 原来警方接获社工通报 只称有一名四岁女童被母亲给送医 发现身上有多处烫伤还有瘀青 疑似有儿虐的情形 不过遭女童和同居男子否认 说是女童半夜自己喝开水 自己烫伤的 但检警怀疑案情不单纯 决定再次约谈男子 也获得男子的答应 其料隔天一早 两通电话 男子先答应 接着失联 等女童的母亲和检警 来到同居人家 通知所将开门 开门后却经见男子侧躺 沉湿住处 腹肩还插了一把刀 洗楼满地已经弃绝 现场还找到一张 疑似男子留下的纸条 否认孽童 男子是不是以亲身 来否认孽童 对此检警不愿证实 仅表示还要深入追查 只是一旦最后还了清白 也留下难以不救的遗憾 这两家的文言静语 高雄报道